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四分之一的美国血统 我不想找一个视觉性的男人 视觉性 以貌取人 对 外贸协会的 外贸协会的 你刚才说来自哪个城市 我来自中卓水都 湖北丹江口 现在北京中座 湖北丹江口 对 一般来说这个台上来的大多数男嘉宾 他们来的城市 要么我去过 北京上海 要么没去过也多少略知一二 像他这个城市呢 第一没去过 我们还大多数人吱吱甚少 我路过过 路过过 我真没去过 好像是在去葛州坝的路上会路过吗 去葛州坝会路过 去了这三峡大坝也会路过 那我路过七八回了 反正我记得这个名字 我觉得特别好听 湖北丹江口 是一个水非常多的城市 好 来 我们看第一条片子 老人们总说 一方水像一方人 一方人住一方城 北漂那么多人 对丹江口的记忆 依旧单随 我叫吴刚 现在在北京一家 互联网公司做产品经理 参常大数据分析 常常把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真理贵拉作为分析的原本 关于孟非老师的这个关键词 最多的就是孟爷爷 第二关键词就是 孟小发孟非老师 加了一条战争轴 如果让我去统计 二十三号女嘉宾 随即你在某期节目里面 看孟爷爷的速度的话 一个小时时间 你就可以数出来了 爱天然的工作 不代表天然的生活 闲下来的时候 我爱吃小时候的零食 压滑路牙子 还喜欢摄影 常常早上约快练习 我觉得一张能表现出 个人特点的照片 才是好照片 比如现在厂商的 数号女嘉宾胡云云 适合和别的星球 恐怕只有外星人的情景摆拍 才适合理由 二十五年来 日海生活保持这一颗童心 我一直觉得 自己还是个大男孩 未来 我还希望能到青岛 边台 厦门 大连 这些与水 绝缘的城市生活 保存心底难分 用于水的记忆 你统计过石玉镜在场上 喊我一期节目 能喊几次 还真可能记过 石玉镜上场之后 一共有28期 然后每期大约三至四次 一共下来有90次左右 但是这种数据统计出来以后 有什么分析的那个价值呢 比如你说孟非或者石玉镜 有什么样子的 延伸出来的结论 我们统计这种东西来 主要是觉得比较好玩 对你没用 保不清对谁有用 但是你知道今天好玩的东西 本身也是一种有用的东西 就是一种价值 就比如说打在网上说 就看石玉镜 孟爷爷 孟爷爷 别喊 但是你觉得这好玩 这本身它也是一种产品 它也是有价值 孟爷爷他们都喊 石玉镜教师跟别人不一样 他不带那个信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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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玉镜是每次都喊两遍 我发现 因为我上学的时候 就是一个憋不住话的人 不是 而且别的人喊那个孟爷爷 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尊诚 石玉镜一喊的 就真的像孙女喊爷爷 然后我出生的时候 也没有见过我爷爷 不能说着再往下说了 就到这儿 到这儿了 别再往下说了 他没见过他爷爷 你爷爷还现在吧 没有嘛 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喊爷爷 他就是看到我想起 他死去的爷爷了 不能往下说 说大数据 大数据 我提供一个数据 过去的一年当中 全中国看《非诚勿扰》 人群最多的三个城市 我也能猜出来 肯定有了 你说三个 南京 北京 广东 广东吧 广东不是一个城市 它是三个城市 北京 上海 南京 我来公布答案 排名第一是南京 第二 大连 大连 第三 唐山 两位黄老师 这个事情对你们有用没有用 有用 说明整个东北地区的人 喜欢看我们这个节目 对 前五名那边有沈阳 你看 这么多地区 这个数据有价值没有 这个数据是非常有价值的 电视台为了买这个数据 一年花好几百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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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能给我们分享 其他的数据吗 也可以 就是我这边也分析了一下 这个在全国2014年 买书最多的城市 大家猜一下是哪个城市 南京 南京 对 就是南京 太好了 我觉得南京 爱读书 真的爱读书 那个买书的数据我不知道 但是南京有大陆吧 最知名的那种品牌书店吧 我觉得最起码爱语先锋 然后南京有特别多的 那个读书会 明天的读书会 南京也初作家 对 什么碧飞宇啊 叶兆岩啊 对 初作家 其实都在这 苏同啊 苏同啊都在这 多了 多了 你把刚才我们这几个数据 联系在一块 南京是全国图书销量最高的城市 又是看《非诚勿扰》最多的城市 是不是可以简单地得出 最有文化的城市的人 看《非诚勿扰》最多的城市 我们中年有去了杰伦 这不欠缺吧 还有一个数据 就在同一年 比基尼销量最大的一个省份 应该是 新疆 这姑娘 你是新疆人啊 什么销量最大 比基尼 那用你刚才的那个分析逻辑呢 这说明什么 缺什么 想什么 我想起了网上一个笑话说 只要心情好 哪里都是马尔大夫 就有一个人在宝路边坐着 对对对 宿扰人杀人 对对 不准吧 好 好 不得不要这个 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她的 14号 男嘉宾 你好 你刚刚VCR里提到了两个女嘉宾 那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这是 更喜欢哪一个的类型 不能说更喜欢哪一个吧 我觉得我当提到两个女嘉宾 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女嘉宾 值得用大数据去分析的 这两种类型 你都不能选择吗 不是说不能选择 这是说我还都蛮喜欢的 哎 口味别具一格 22号 男嘉宾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场上 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女生 像8号张瑶 她就是浑身气球 叫气球女孩 然后还有我身边的这个 21号仁静 昨天我俩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在路上大家都 都都会瞅我们 就非常的就是尴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身边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23号石玉镜 因为她是孟爷爷 孟爷爷 就是关注一下 石玉镜怎么还沉寂在刚才的痛苦之中 不是 我的累点特别低 一哭了好几个小时都是我受 就停不下来是吧 对不起 我跟你说 你现在哭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 他怎么这么惨啊 你说这个话是怎么那么开心啊 不是 因为我不知道他哭的点 不是 他开始是因为 想到自己的爱情没错了 后来想到自己的爷爷 也看不见了 爷爷可以翻篇了好不好 我开始了 19号 男嘉宾你好 然后你是不是一个 在生活中任何事情 都喜欢去钻研的人 因为我觉得你挺可怕的 我是一个极简派 简单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给我举个例子说明 就是能省略的步骤 我全部都省略 比如 比如啊 晚上也不用刷牙呀什么的 不是这种事情 他对简单是这样理解的 你刷牙还是要刷的 不是 我所谓的就是可以忽略掉 不是特别重要的环节 比如说那简单 比如说衣服 就这三套 不用老买衣服 就可能像刚刚有个男嘉宾说 他特别记得纪念日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可以忽略 因为这个在我的生活中 我觉得这个细节 根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像这一款 我年轻的时候就会喜欢 我现在就很年轻 我觉得这是好 简单就好 对吧 对 来 看下一条 你爱过我吗 是我爱得太多了 但我们分别走向了两个方向 我终于明白这段相爱相下的感情 我们都要了太多 所以终于被爱黑死了 她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她和我都在乎彼此太多 爱得太深 拆几盒争吵 也就随之而来 有次我们也回电话 她说 今天的你根本就没有昨天的你爱我 这样的对话反复上演 分分合合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这一步 后来我又遇到这女孩 有人和我说她两个人在一起合不合适 都一起去行吧 我和她几次旅行 但在我经济困难时 她却还是要是对的 出门甚至不带钱包 让我记得自己相当长期翻票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分拆 我不太喜欢百依百顺的女孩 希望未来的她可爱 迷失你 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能跟我进行心上沟通 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 带她去参见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 谢谢 这个片子给我们带来了 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我们经常在讨论到 要结婚的这件事情上面 在结婚之前呢 就得知道两个人合适不合适 有几个事我就特别重要 比如就黄磊这种人来说 你知道吗 让我这种人 就包括像我这种人来说 我举个例子 像我如果要谈恋爱 能不能吃到一块 这太重要了 我喜欢重口味的 麻辣的 辣的 我要找个姑娘说 我只吃非常清淡的龙颈虾的这种 麻辣的我都不能碰 那就活不下去了 我觉得两个人 就能吃到一块睡到一块 这是很重要 睡到一块很重要 空调的温度 这个特别重要 对啊 多少已婚的家庭 为空调的温度吵架 对不对 活不下去了 其实你不用那么尴尬 还睡到一块除了空调 真的还有很多 比如说作息的习惯 朋友 你喜欢10点钟以前睡 对 我一定要12点以后睡 我一对朋友夫妻 就是经常这样吵架 他们就很快就说 那干脆这样 我们就分开睡吧 但是夫妻俩 如果要是分开来睡吧 也确实就不容易好了 4号你觉得在结婚之前 要了解到什么程度 才适合结婚 就拿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讲 我是91年的 但是我却经历过 两个月的一个无性婚姻 无性婚姻 对 什么原因呢 可能男犯的一个野蛮跟欺骗 所以你在婚前 你是不知道的 只有结完婚之后才知道 但是打完结婚证之后 一切都来不及了 你很难过 你先平静一下 我也知道一个女孩就是这样 她是6个月 6个月的无性婚姻 你跟她交往了多久 决定结婚的 领结婚之后 我们是经过她的叔叔介绍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她叔叔知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如果介绍人知道的话 是一件非常确实的事情 也反映出他们就是 整个人的一个本质 好 我倒觉得吧 叔叔对侄子那方面 有没有什么毛病 有的父母可能都不是特别知道 应该是知道的 因为她的妈妈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两个人夫妻 新婚夫妻如果一年 只发生两次关系 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你们觉得呢 可能她妈是这么觉得合适的 她自己也会觉得适合 就这样合适的 经历了这么一段婚姻之后 你对自己反思一下 觉得有没有自己可以 很难过 她还挺难过的 很难过 是啊 是这样的 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就拿我现在的观念来讲 我觉得结婚症 就打结婚症之前 一定要去在一起看一下 适不适合 其实生活习惯呢 是真的可以磨合的 但是很多方面 它是不可以磨合的 我们的人生不可能像手机一样 还能恢复到原来的 那个畜厂设置 所以我觉得来到 《非诚》这个舞台呢 我是非常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不在乎我曾经这个悲痛的过去 跟能够珍惜我的现在 还能够陪我一同走下去的一个男生 我想问问3号 听完4号的介绍之后 有没有话想要说 我自己的话 我很能够理解4号女嘉宾 这种遭遇和她的想法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我觉得我自己的原则吧 不能够 好的 还是坚持自己原则 那我想 那我很好奇 我想问一下 如果你遇到了这种情况 那你怎么办呢 可能我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但是我希望说这个事 还是能提前跟我沟通 告诉我比较好 如果有欺骗的话 那就要看情况而言了 就我跟这个人 是否有很好的感情 如果没有的话 那肯定选择离婚 但如果有的话 其实我会认为这个东西 它不是特别重要的 一定重要的因素 好 它可以接受无性的婚姻 对 我可以接受 这样 我们稍微耽误点时间 说一下这个事情 在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里边 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重要的 两位同意吗 对啊 不是大家都是这么讲 实色 性眼 对 好 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一个男人在这方面 有这种生理缺陷 他应该怎么做 他要不要有家庭 要不要有 好 来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事 把你带上 假设 我觉得这个假设很 假设 你有这个问题 对 问他比较适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假设 我有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你没有 其实他没有 很好 其实我 其实我没有 其实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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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会 对 我肯定会在进入另一段关系前的话 肯定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很难这样假设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或者反过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要害的问题 你说让他特别坦然地 去跟别人讲 我有这个毛病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 我们很难假设 好 黄磊有没有办法 什么 治疗啊 不是 不是 你别害怕 你给我们出一个主意 如果说碰到 因为我想 我们节目收看的人群有这么大 假设 谁都保不齐有这样 他如果有 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是 对 其实你看 还有这样的 你那个 就像3号刚才说 你最好事先告诉我 特别是当他遇到了一个 他还很喜欢的女孩 然后其他方面还挺合适 觉得我们俩要是结婚 除了这个 其他都没问题 然后又知道 我只要一说这事 99%估计都是 都不愿意 都不行了的 那只要去寻找 像3号这样觉得没问题的 现在说他愿意的话 我觉得还太早了 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经历过才知道 对 对 对 我想说的是 但是我建议这种事情 它是一种疾病 搁在谁身上都是非常痛苦 我倒觉得 如果说医生真的发现 这个是没有办法治好的那种病的话 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已经很痛苦了 你再去隐瞒这个事实 和一个女生开展一段婚姻 这是把痛苦 带给另外一个无辜的女人 也是非常不到的 对 所以我觉得 我是一个受害者 你给我的可能就是阴霾 就是一片雾霾 但我回报给你的依然是灿淡的阳光 但我感觉很贵 我觉得这个男人 其实他只是说 他有这个缺陷 他们这种人难道就没有结婚的权利吗 就没有谈恋爱权利吗 不是 我觉得的话 对 我说一定要提前你坦白 对方能接受 那可能还会处一下 你对方不能接受就算了 但是他们这种人 他们也有爱的权利 也有结婚的权利 他有爱的权利 但是婚姻 对啊 这是婚姻中非常重要的一步 对 现在已经有 现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 这种无性婚姻的群体了 对 对 对 虽然小众 但他们是接受无性婚姻的 就是他刚才说的对 你得向对方坦白 对啊 不能隐瞒这件事 对吧 对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种人 对吧 我总有我能够接受你这样子的 但是他不能谈一个恋爱 去跟人坦白一个 这个概率太低了 对 在这个 他也在这个 接受无性婚姻的圈子里面 去找他的结婚对象 对 一般来说 当一个人有这样疾病的事 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去寻找类似于三号这种女孩 完全可以接受这件事的 第二 把这个事情 痛苦埋在自己心里 以另外的一种方式 让全世界知道我不选择婚姻 我就是个独生主义者 又保全了自己的颜面 也不至于去损害到别人 所以吧 你反过来想想 好些人本来不想结婚 之所以要结婚 就是想跟别人证明一下 我没毛病 对 我没毛病 好 这个时候翻篇 我们碰到什么事 我们再讨论什么事吧 来 看下一条 吴光是一个特别细心的女孩 特别会照顾女生 她喜欢全国各地到处旅游 成为她的女朋友的话 一定会很好玩 吴光是一个比较执着 善意坚持的人 她曾经花了三个小时的时间 完成了北京的马拉松半成赛 缺点吧 就是她有时候不高兴的 你看不出来 你要慢慢哄她才行 谢谢 我想黄磊应该猜到 心动女生是谁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 十一镜嘛 十一镜 我要了解一下 我们在台上上一个男嘉宾 下举之后 在讨论那段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听到了 我是听到 但是我不是因为听到了 才选这个 所以 这个特别重要 她选十一镜 和我们刚才那种讨论 完全没有关系 没关系 我得说一下吗 好 我之所以选十一镜 二十三号男嘉宾 是因为我是做这个大数据的嘛 我也在网上查了一下 关于十一镜的这个数据 就是我发现 就是网上对她的负贫蛮多 我觉得十一镜 是一个性质非常好的女生 她需要支持一下 需要鼓励一下 我想上来鼓励一下十一镜 那我倒觉得 我得劝劝你 这个舞台是找对象的 选心动女生 就是我希望她做我的女朋友 不是说中国加油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你确定你觉得十一镜 是你希望找的女朋友吗 我不确定 你不确定 就是想给十一镜一些鼓励 他加油 然后在这再占五百七 加油 不要再占五百七 好 那请 回电 我在上台之前 我听到十一镜在台前 已经掉了那个 当时其实我心里是蛮难受的 因为我觉得十一镜 其实蛮喜欢去表达 自己想法的女生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 所以我是想去支持她 支持一下她 对于无性婚姻的话 我不能说支持 也是反对 不能说反对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 想要去生活的方法 如果你接受无性婚姻的话 你可以和你另一队 接受无性婚姻在一起 这就能有问题的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